他说该出来说话 该出来开记者会的时候 他会出来 但事实上在这里面 他的名字相当之多 甚至也被发现 曾经在网上说 要找人援交 结果被警方逮捕 那个时候他冒用的名字是吴嘉文 找到吴嘉文本尊之后 决定要追究黄奇 涉嫌伪造文书的行则 现在正在追查黄奇的下落 警方说黄奇的真实身份 真的是扑朔迷离 目前掌握在两年之内 他就换过了九种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